刘培燕的英文教室 长距破解篇第二十期 下面有十个YouTube频道 在这边 大部分是讲英文的 学英文的 教英文的 你看这个句子 比较长 九十三个字 一个句子九十三个字 它是盖茨堡宣言 这是美国以前 那个伟大总统林肯 他在宣言 盖茨堡 因为那个时候是 美国内战 内战 他的演讲 也是经典 经典中的经典 非常长 你可以自己先看看 看你们看得懂多少 这种句子很多 你会不会说 这个都是以前啊 都是一百年前啊 两百年前人家的经典 现在不用 不讲这么长了 非也非也 你去看 现在的总统演讲 你说 过去这几任 现在吗 也是 有的也是很长 那你就说 我们看报章杂志吗 他句子有的时候也很长 有的时候也很长 或者 你去看书 小说一般可能简单一点 你要说一般的散文啊 或论述什么东西 就是 老外他没有在管你 他觉得 我这个句子 我要表达很丰富 很复杂 我就用长句 因为他是魔语 他没有问题 能够写出他的文字的功力 他比一般人高一点 所以 长句到处可见 所以你说我英文啊 我不错 英文实力不错 但是我只能接受短句 长句我就不接受 那就是九十一声 那 长句到处 到处都在 所以我们这边 为什么要做一些视频 那就 一字多意到处都在 你不会一字多意 没这个概念 九十一声 正确翻译 我就台湾人啊 我就大陆人啊 我就翻译就不准 九十一声 还说我英文 认识很多次 可是实用会画一些 日常生活 我就不太会 我只会高达上 要写专论啊 看英文报纸啊 这个都没问题 可是我一般实用的 一些鸡毛蒜皮 我不太会讲 九十一声 就这个意思 短句可以 长句我不会 九十一声 所以我们常常觉得 我英文明明学了很多年啊 英文不错啊 可是为什么 一讲卡卡 一听卡卡 一写东西卡卡 一看文章卡卡 全部都是卡卡 Lady Gaga 卡卡 就是基本功出问题了 那为什么基本功出问题 就是我们基本的观念就错啊 那基本观念 政府要负一部分责任啊 老师要负一部分责任啊 因为教育部当时 教英文整个教材 教法就有问题啊 老师教法当然也有问题啊 可是老师他也是 照课本来教啊 可是 可是他那个 他自己还是有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种环境之下 所以我们 我常常讲 我们这个中国一百年来 不管民国时候 或者来台湾 或者大陆在教 就是整个都失败 英文教育失败 哪有时候学动不动 学个二十年 也不太会讲 不太会听 当然放牛班啊 自己放其实例外 很多人 对英文有兴趣 功课也不错 脑筋也不错 可是英文 也很会记单字 脑筋很好 这个背了很多 可是一出去玩了 一碰到外观 玩了 一到外国环境 玩了 要重新适应 就是我们的教码出问题 所以哪有说教育部 从小学教 教到大学 教到博士 硕士 然后 教了几十年 英文 可是 就是 不会教你说 不会教你听 不会教你写 说都听也都不行 那这个在教什么 我们看这个句子太长 你可以自己先看一看 看一看 然后再听我讲 可以定格吗 定住 看一看 看看你的问题出在哪里 哪些不了解 我们先把它念一下 很长 那怎么办呢 怎么破解 这破解这边答案 用我的方式 这个都是我自己创出来的 文法书也不可能 用这些彩色字 怎么表 没有 没有 去外面视频 去买书 没有 当然市面上 也教很多东西 但是 个人有个人的窍门 这就是我自己的方法 主要是看 红色字太用 一个两个 三个四个 用五个 关系代名词 当然 不只是关系代名词 它也可以重属连接 连接词 但是 一般来讲是 关系代名词 用的多一点 也可以代表 那个人啊 事啊 等等 然后用一个which 这也是关系代名词 等于是用六个 关系代名词 然后呢 它的主要的动词 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 一个绿色的字 绿色字是主句 主句动词 就一个 其他 你看 It is better for us to be here 就结束了 句子就结束了 从Dedicated 后面全部都是 加出来的 房子 组建筑 就是到here 后面都是 附属建筑 全部加出来的 那也可以说 我后面 再写一个句子 写到这边 再一个句子 到这边 再一个句子 这个句子 我可以拆成六个句 七个句子 可这样幼稚了 不成熟 就有的时候 一个句子 就是一次表达完整 反正你说分 六七个句子 那你现在搞不懂 到底要分哪个 我就一个句子 全部讲完 那你看 它这个子句的动词 有多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 六个子句的动词 所以它这个 九十三个字 连标点符号 所以它比较麻烦 我们先看意思 It is better for us 对我们来讲 我们来这边 它动词是yes 那dedicate 怎么又跑一个动词出来 它省略掉一个that that有时候可以省略掉 既然省略掉 我们就不标出来 不然的话 只能一个动词 它这边 你说这个是 B是动词 它前面有一个 用个to 不定词 那就不算动词 可是dedicate 就是前面 它省略掉一个that 所以这边又是一个 子句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里就不标了 就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呢 我们dedicate 我们要为什么尽力呢 dedicate 为什么效忠啊 尽力什么事情 我们要为了一个 一个伟大的一个test 一个任务 Remaining before us 很在我们前面 我们目前眼下呢 我们有很重要的使命 所以我们今天聚集在这边 我们要达成这个使命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句子可以 到这边就结束 甚至到 It is better for us to be here 就结束 然后呢 它就这边 它就等于双重了 双重的连接 所以这个Dash 这个横杠 本身就是有 所以标点符号 它本身有文法上的功能 它不只是标点符号 标出来 做个断句的功能 它还有文法上 它还有词性的意义 它本身就是连接词 而且相当于 这个对的连接词 像横杠这个Dash 或者冒号 或者分号 这三个 都有对的连接词的关系 就前面接什么 后面接什么 前面 这个 但是它是那个 只接那个 接那个句子为主 这个子句为主 你看 这个 它这主要是讲的Task 我们要 我们要那个 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呢 你看 一个 第一个 所以它怕你看不清楚嘛 所以它这个 林肯很负责任嘛 第一个 我怕你用Dash 看不清楚 因为Dash有Dash 有大的有小的 这个是关系代名字 可是这个是 关系代名字中的 关系代名 所以这个我们没有标 所以我们这个用下 没有底线的 就是 一二三四 这四个Dash 是 好 是对等的关系 而这个呢 是 关系代名字中的 关系代名字 我们就不把 列上去 这样就比较好看一点 而它用三个 一二三 可是你说 三个都是有 Dash 一个横杠 那最后呢 没有 为什么没有啊 它用And 就是转换一下 就是不要让它那么死 所以它有四个东西 这个意思 所以它这个 我们现在这里啊 我们要面对着 我们面前啊 当下我们有 有很重要的工作 我们要做 我们要去完成它 一二三 第四个我转一下 我用And 这个意思 所以第一个呢 Found this on the dead 就是对于那个 因为那个死掉 南北战死掉很多人 就从那个开始 这边我们有很多 尊敬的人死掉 就阿兵哥嘛 又南方 南方 南方州的士兵 北方州 这边死很多 就对于这些 那个死得很荣耀的 这些 士兵呢 We take increase devotion 我们要 保持这一种 就是 increase 越来越增加 越来越多的 devotion 那devotion 就是付出嘛 我们要付出什么东西呢 To that cost 为了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cost 就是我们说 本来是理由的意思 为了一个什么目的 for which which有关系代名字 你看 这本来是关系代名字 后面有个which for which 为了他们 for which 为他们 他们已经给了他们 last for major 是各种手段 measure 各种手段的付出 devotion 就他们为了 南方 士兵 为了南方 他们是 要这个 帮联制 主张帮联制 然后要蓄奴 为了这个目标 cause 这个cause 而死 那北方呢 他是主张联邦 然后要废奴 各有各的目标 所以我们就是 我们对这些 这个受 很受尊敬的 死得很荣耀的 这个阿兵哥 他们 不是斗殴嘛 他是为了 他们自己南方 北方政府 为他们理想 而阵亡很荣耀 所以我们要那个 我们要那个 要increase the devotion 我们要不断的 要付出 为了这什么理由呢 就是让他们 不要白死 因为他们 付出了他们 白死在后面 为了他们要这个 他们为了各种 devotion 各种 用尽各种方法 来付出 我们要 我们要这个 要完成他们的 使命 要就是 继续完成 他们的那个 未尽事业 因为其实 南北战争 并不是 当初并不是 差的那么多 就是意见不合 一开始 双方也 也不想打得那么凶 可是战争 一打下去 就不行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 我们要 高度的 resolve 就是我们要 有决心 要去做什么 事情的意思 要完成 要决心 就是这些 他又有一个 所以这个 that 又是一个 下面的一个 外期待米识 所以我们这边 就不用 不用这个 底线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平衡的 不是对等的 他是 子具中的子具 就是这些 死掉的人呢 就不会白死 Invent就是 不值得 Invent就是 什么也得不到 就不会让他白死 他们算已经战死了 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 他们算很荣耀的死掉 可是我们要 继续他未尽的事业 把国家弄好 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不会让他白死 让他死 死的有价值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国家 就美国了 在神的庇佑之下 神的眷顾之下 我们将会有一个 New birth 有一个新的诞生 什么 新的自由的诞生 方方面面的 包括这个 人的自由 黑人的自由 等等 然后最后一个 用that 他这边就不用 这个dash 但是连接词 他用and and就是跟前面 叫对等连接词 第四个就是 我们要做什么 就是 government all the people 就是 是由人民所拥有的 民有 我们说民有 民智民晌 这边 all the people 由人民所有的 by the people 就是民智 by the people 由人民决定 就是 这个政府是老百姓的 然后由老百姓决定 代议制 老百姓选 那个国会议员嘛 国会议员 再来监督行政单位 for the people 冥想 就是为了人民 他是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这很有名 民有民智 冥想 of of就是在什么 是谁的 by就是 为了 就是 by就是由谁 然后for 就为了谁 所以民有民智 冥想 这个政府呢 就是永远不会 民有民智 冥想政府呢 就是以人民为主的 这个政府呢 perish 就是消失 灰飞叶面 绝对不会消失 从地球上消失 不会 所以他说 我们要做这个 四个事情 one two three four 四个 这个that 是子句中子句 不算 所以没有 没有这个化线 which也是子句中的子句 所以你看 他本来有四个事情 所以四个子句的动词 但是又加两个 小的子句 小的 关系代名词 所以又加两个 所以 如果当然一定要细分的话 很无聊分的话 就是大主词 不 大动词 然后四个 中动词 后面子句中的子句 就是两个小动词 但没有人这样讲了 这是我举个例子 这样好像比较意识了解 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 这个意思 我们就 所以我们每一集 就看这个红色的字 红色的字 就是他把句子 变长的一些 手段 武器 方法 那这个动词是 为了让我们能够比较了解这个意思 因为动词是句子的灵魂 所以我们就用主动词 用绿色词 词要动词 子句动词 用黑色词 我们最后把它念一遍 看看这时候是比较了解 之较为了解 优优独播剧场—— 所以我们这一集主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学习 它用四个关系带名词 把句子变很长 然后另外我们学 明有明智明想 我们就学到of by for 它的用法 它用得很漂亮 明有明智明想 明有明智明想 这个你跟老外讲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那老外就觉得你很有水准 明有明智明想 这国家嘛 都是一切为老百姓 所以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学到一些技巧 这一集讲到这里